我又道 是 多谢甘牧先生 甘牧横帝一声 转过头去 和他同来的那人道 张小龙总算拾去 已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那人道 是啊 我们派驻在各地的人员 别以接到训令 要他们尽量接近各国的政治首脑 军事首脑和科学首脑 甘牧搓了搓手道 只等张小龙将大量的黑海豚的内分蜜叶 离析出来后 我们征服世界的目的 便可以达到了 那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道 张小龙接受了世界最高荣誉公民的称号 便心满意足了 他当真是傻瓜 那像你那样 可以得到整个亚洲 甘牧在那人的肩头上一拍 道 你呢 整个欧洲 那人发出了一下愉快的口哨声 从甘牧的这句话听来 那人一定是和甘牧同样地位的野心集团首脑的四个秘书之一 而且 我更知道 原来他们是准备以海豚的内分蜜叶来改变他们要操纵的人 海豚本来是智力十分高的动物 也是最容易接受训练的动物 的确是最理想的动物之选了 同时 我的心中也不禁阵阵发凉 因为 我冒着那么大的危险 想去邀请张小龙一起离开这里 但是 张小龙却在最后关头 愿意和这个野心集团合作了 幸而我在升降机中 听到了甘牧和那人的对话 要不然 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张小龙 不是变成了自投罗网吗 但是 在刹那间 我的心中 却一点也没有庆心之感 我反而感到十分痛心 十分难过 因为张小龙这一答应和野心集团合作 不但人类将要遭受到一个极大的危险 而且 这是一个个人尊严的崩溃 我对张小龙本来是有着极度的信念的 但是如今 他却在强者的面前屈服了 在甘牧和那人得意忘形的笑声之中 我头胀欲裂 几乎忍不住要出手将他们两人一起杀死 但是我却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不让自己那么做 因为我要活着离开这里 我已经有了离开这里的可能性了 而且我离开这里之后 我将是第一个知道人类已面临着一个大危机的人 幸而甘牧和那人先离开了升降机 才使我的忍耐力不至于到达顶点 我连忙吩咐那升降机司机 再到最低层去 那司机叫道 老天 酒烦 你究竟在搞什么鬼 可是喝得太多了吗